娱乐至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全美又来了 恭喜张一山,时隔三年 喜提热搜榜一大哥 先是有网友爆料某童星出道的男艺人 映容六他人吸毒,去重嫖娼而被抓 而且还有特别提示 早期的童年作品是很经典 这下基本就是在念张一山的身份证号了 毕竟没有人没看过《家有儿女》吧 内宇有惊天作品的男童星也没几个 再看看张一山本人的微博 的确除了点赞和转发他 很久都没有更新动态了 直到这次爆料内容出来之后 中国电影报道的官方号 发布了张一山参演的新电影 张一山也在电影宣传内容下评论 仿佛在告诉大家他没事 他本人更是被发现多次上线和下线 一次时刻在关注舆情发展 网友都认为他是在准备回应了 但风波爆发数小时都没有回应 距离离峰事件刚刚十天 在这个敏感时期遭遇如此敏感的爆料 真的不需要官宣个声明之类的吗 张一山表现的有点过于淡定了 有网友看张一山的热搜 表示绷不住了 如果网传是真的 那么老炮是精准的踩雷在他一人 毕竟这部电影极其了 李某峰 吴某凡和张一山三人 说来也巧三人名字里都有意 也是说不上的缘分 虽然几年前就有张一山类似的传闻 但当时都辟谣过 但是如今网友看待张一山的旧文重提 认为很有可能是他房的预兆 毕竟李某峰也是多年前就有他玩的花的新闻 如今也确实被拾锤了 对于这条关于张一山被抓的消息 网友们大致分三种态度 一方是没有证据我不信 谁家瓜田我找谁 一方是坐等看热闹 传闻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另一方则希望千万不要是真的 毕竟张一山承载了很多90后和00后的童年 如果张一山踏房了 我们舍不得的肯定是他的作品 还有很多网友表示 自己已经提前下载好加油儿女了 如果传闻是真的 那么加油儿女肯定会被下架的 只不过加油儿女张一山的余罪 七个我都深受观众好评的 但作品好是真的 黑料不断也是真的 比如吸毒这个话题去年就被提到过 只是没有爆出实锤 之前很多粉丝看他的近招 也纷纷吐槽他太瘦了 好像吸了毒一样 前第一狗仔卓维也暗示过 不是网剧出身 却很网剧爆红的流量小鲜肉吸毒 长大后因为于最爆火的张一山 至今没能洗脱嫌疑 而这次的爆料 不仅涉及到了嫖娼和吸毒 还提到了该男性男女通知 可执可弯的特殊属性 张一山爱好广泛 这也是大家早都吃过的瓜了 他曾经深夜和同性好友在街头 一起随地小便 全程两人一直盯着水龙头 之后两人热吻离开现场 张一山的手在对方的重点部位 精准偷逃 看视频画面都感觉有点辣眼镜 李一峰被传出的照片 在他面前都是小儿科了 当年这段视频的辣眼程度 已经让很多人童年滤镜 碎成渣渣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尊重 祝福 而且根据圈内做节目 后期的职场人士透露 表示做着节目呢 忽然被告知 删掉张一山所有镜头 现在明星还能不能好了 据悉 这位职场人是个体育博主 早前还与其他艺人的工作室 有过联络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通报 但有网友表示 该来的还是来了 看张一山账号 频繁上线不辟谣 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虽然早前有粉丝辟谣 表示张一山八月份 还在忙着拍戏 而前一天 社交网站上还在宣传新剧 让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并表示肯定是搞错了 但大家对于粉丝的回应 也是半信半疑 再加上 如今张一山的社交网站 更新并不频繁 甚至自拍照也很少 这也引来不少猜测 根据统计 近半年张一山的社交网站上 只更新了24条动态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工作宣传相关 最近一次的自拍 在六月份参加 萌探探探案的时候拍的 因为游戏惩罚拍的 男扮女装的照片 而距离现在 也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了 这也是外界猜测不断的主要原因 之后的社交网站持续低调 而网上关于他的传闻 闹得满天飞 但频繁上线了的张一山 并未回应 而是频繁上线看情况 也正因为张一山的这番操作 引来不少争议 当然张一山现在这样不回应 不辟谣 也可能是吸取了李一峰的经验 时间前李一峰声称自己无辜 蓝威反手就是一则 警情通报 面子可以给你留 但撒谎就一定要打脸 张一山这事情现在没有实锤 万一自己撒谎辟谣 转身就被蓝底白字钉在耻辱柱上 那可是谁也保不住他呢 而就在事情发酵了一天一夜后 张一山终于发出了声明 否认了传闻 并声明了张一山的演艺工作均在正常进行 大多数网友对张一山的这个声明并不看好 毕竟已经有两个前车之鉴了 就在大家都在担心的时候 每每有大瓜都会出场的平安北京出来说话 一句模棱两可的说的对 又让网友浮想连篇 所以说这一瓜子真假还是未知的 还是看看张一山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以及真的是否再有新料爆出来吧 其实在此之前 大众对张一山流星的滤镜还是挺深的 再加上他平时也都比较低调 各方面口碑也都还不错 所以大众对张一山的印象也都蛮不错的 但张一山的身上也是藏着不少黑料的 申巴之后也被他这一手的料给惊到 对待爱情张一山真的没有担当 2019年张一山被网友遇到和孟美琪 宋颜飞同游日本 而那时两人的恋情还未被人留意 直到2020年7月份 有媒体拍到了张一山出入在宋颜飞居住的小区 两人恋情才终于浮出水面 经过网友的戏发现两人在2017年就有了多个同款 甚至宋颜飞在张一山打球时还出现过 正当大家还期待着两人官宣的时候 8月5日张一山却被拍到在酒吧和美女牵手 后面还进入酒店办理手续 大家正纳闷呢 当天宋颜飞就单方面放出了分手声明 但这声明细评起来真的有点意思 今日和平分手 这意思简直就是在明着说张一山出轨了 只是当时张一山也并未做出任何表示 所以这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三年多的感情在大众这似乎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从未在感情方面发过声的张一山 很快就有了下一任 就在同一年的10月份 当新闻一出 网友就发现了大家对张一山的滤镜 对她的容忍度真的高 其实早在2014年22岁的张一山 就对自己的恋情发表过一次看法 没有想过结婚计划 怕以后没有人找我演戏 你们也不要结了婚又离婚 男女朋友换了又换 大家都一样 这结婚还影响拍戏了 只能说明她真的没啥担当 而且也没人说不能换对象啊 可也不是这么个换法吧 更显为人知的是 2015年就传出过 文章和张一山出现在夜店 虽然当时两人双双否认 张一山还爆出不给钱的传闻 之后她澄清过 是两人在夜店恰巧碰到 当时糊弄过去了 但现在再看这个夜店碰到 也是有点尴尬了 除此之外 张一山还被爆素质问题 也是被拍到的 张一山的两个酒店不雅行为 不仅显得她素质不高 还非常辣眼睛 加上她所谓的诚恳道歉里的最后一句 出门踢正步 撸串穿西服 她好像真的把这种没素质的行为 当做了网友对她的苛刻要求了 文明行为明明就是对每个人的要求吧 除了爆出渣和素质不高这两大黑点之外 张一山在娱乐圈里 另一大黑点就是演技了 流星沾上了时代的滤镜 鱼醉是角色的那股子脾劲有魅力 秋水是故事吸引人 张一山剩下的作品里 就差不多都是用力过猛 尤其是在她的上一部代表作《鹿顶记》里 猴灵猴现的表演方式贯穿全剧 真的会让人搞不清楚 她到底是在演伪小宝还是在演猴 嗯 有一种猴感是很正常的 但也不是这么个猴法吧 其实用力过猛 在内部让她再度爆红的鱼醉就能看出端倪 错把爆发戏当成了演技炸裂 只要是能用到她丰富的面部肌肉 她就一股脑全用上 但这种演戏风格只能看一次 剩下的全是用力过猛了 出道年头已经有22年 似乎她可以称之是老戏骨了 那么早就想受到明星待遇的她 也很难在下功夫琢磨演技了吧 其实张一山还是挺低调的 资产这一块是藏得很严实的 但是还是经不起吧 张一山的豪宅是位于北京昌平区的独栋别墅 记者拍到是估算这套别墅大概价值3000万以上 张一山30岁的生日有公开过院子的一角 感觉这套豪然是低调奢华的类型 豪车有两辆 一辆是被交警公开的法拉利 而且还是价值700万的限量级别的 另一辆是价值300多万的麦巴赫 也是低调奢侈类的车型 在片酬方面张一山也直言 比起童年时期片酬是翻倍增长的 但对于他目前的咖位和作品数量来说 片酬不会太高 多年来张一山上过的综艺数量也不算多 现信令的前提下片酬也不会太高 但对于张一山来说拥有超级国民度的他 一路是各大品牌的最佳人选 童年时期的家居生活类 再到翻红以后的奢侈品高端品牌 张一山在不知不觉中拿下了不少广告代言 这笔收入绝对不小 然而就是这样的鲜有好作品 还烂片频出的张一山 依然能凭借着国民对他的喜爱 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断断续续爆出了这么多黑料 依然能被大家喜爱 所以不论这次的瓜是真是假 对于张一山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不过还是提醒各位瓜友 作为电子榨菜加油儿女可是下饭神器 大家吃瓜之余记得提前下载保存吧 顺便再去翻翻老炮的演员表 这部电影可能是真有度 年轻的男演员们陆续他房 风导选角还真是会远读剧呢 最后还是希望宋丹丹的噩梦不会成真 希望辣眼睛的流星真是被冤枉的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